哈,一声清脆的耳光,我脸上火辣辣的,我老婆方圆此时狠狠瞪着我,沉溺,想不到你是这种人,你竟然到外面把人肚子搞大了,人都找到家里了。 方圆哭泣着空拆着,指着旁边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,闹得不可开交,这一耳光扇得我回不了神,慌着冲她大声解释,你别乱说,我不认识她,她认错人了。 我一这么说,孕妇就大哭起来,试图抱住我,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你,沉溺,我怀了你的孩子,你要负责呀。 我瞪大了眼睛,委屈得无以赋加,真是见了鬼了,这个女人是谁呀,神经病。 莫名其妙说,怀了我的孩子,我家庭很幸福,我老婆方圆是个护士,长得漂亮,入的厨房出的厅堂,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有些洁癖,如果说要有什么缺憾,就是她不愿意要孩子,还在谈恋爱的时候,方圆就不愿意要孩子, 就说,见过许多女人分娩,觉得太疼太吓人了,我以为婚后她会慢慢想开一点,却没想到,结婚五年了,看着周围的兄弟哥们同学,个个都已经为人妇,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,我也想过许多办法,想方圆施压。 包括找双方的父母来劝导,但她不仅没有想开,反而越来越坚持,就连亲热这种事情都十分的抗拒,本来以为,我下半生就是午后中老了,然而今天,我下班一回家,家里就多出了这位不速之客, 这是个长相白净的年轻女人,小夫微微隆起,声称怀了我的孩子,找上了门,天地良心啊。 自从与方圆结婚后,我从来没有去偷吃过,别说找女人怀孕,连红灯去夜店都没去过,哪来的孩子,一个上午我都在沙发上坐如针毡,两个女人在旁边说话,边说边住我这边看。 方圆的脸色越来越不对,感觉都要吃了我的样子,我反驳,但他们两个都不听,你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, 那去做亲子鉴定。 方圆横眉瞪着我,她说的方法也正合我意,我没有到外面找过女人,这个女的我认都不认识,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? 我二话不说,拉着女人救助医院走,一路上想,等着检测结果出了,看我不骂死这个神经病,她肯定就是来骗钱的,骗钱骗到我的头上了,怕是她没想到我老婆是医务人员吧,现代的医学这么发达。 肯定不能让她得逞,女人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,确实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,而且亲子鉴定也并不需要多复杂的程序,只需要孕妇的静脉血。 最快三小时就可以出结果,然而,就在医院等了三个小时,就在我等着看女人的笑话时,结果出来了,让我大吃一惊,女人肚子里的孩子,明确是我的,我犹如晴天霹雳,再三让医生核对,问医院是不是搞错了。 医院在查证过后对我保证,医院对结果负法律责任,我浑浑噩噩回到了家,我觉得上天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,我自己没做过的事情,怎么可能,我全身发软,惊恐地不敢置信,跪在方元面前,声味俱下地对天发誓,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,方元看到我这个样子。 又看了报告,终于没人在大吵大闹,而是疑惑地把女人拉到了一边,不知道聊了些什么,没多久,方元竟一脸平静地找到了我,跟我商量,把女人接到家里来住,我睁大了眼睛,一连串不合逻辑的事情,让我顿时回不过神来,方元在家都是说一不二,虽然我觉得这是不合逻辑,但还是拗不过他, 他把女人叫到了一边,这个女人叫林凤,二十三岁,比方元小得多,在方元向他提出接他到家里来养胎的时候,他十分抗拒,我还年轻,我并不想生孩子,只要给我钱,我就把孩子打掉,从此消失。 可方元却一反常态,之前还怒目相向,现在却好言劝着,只要一笔打太的钱,你不划算啊,你想想,现在你也快三个月了,不如这段时间住在这里,过个半年等孩子生下来,我们直接给你十万块,这不必打太强。 文言,我十分震惊,听到这个数字,林凤迟疑了,方元健壮,趁机说,你在这就安心住着,包吃包住,每个月再给你五千块钱,怎么样? 我震惊万分,方元这是疯了吗?终于,方元把林凤接到了家中,安顿在了我们家客房。 林凤本就没有工作,在这包吃包住,还有钱拿,也乐得其所,当天晚上,方元做了一桌大菜,看他们俩有说有笑,我都错觉这两个女人都情同姐妹了,一个是我老婆,一个怀了我的孩子, 这让我有一种良女异服的错觉,这种感觉十分奇妙,大概以前的皇帝就是这种感觉吧,晚上,我和方元躺在床上,终于问出了我心中的疑惑,你就真不生气吗? 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家里? 我低着头,我期望着方元不生气,但又觉得这种事情,他把林凤留在家里,就不正常。 林凤说,他是在游泳回去后,发现怀孕的。 方元看着我,语气平静,游泳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,见我一脸疑惑的样子,方元看了我一眼,解释道,你前阵子不是常常去游泳吃完吗? 你是在水里路过吧? 我睁大了眼,不会是,这样也行,我不可置信地问,这样子也能够导致怀孕吗? 那当然,我是学医的当然知道,只要碰到了女人的排卵期,当然会怀孕了。 方元说得十分肯定,我也查过林凤的排卵期,正好对得上。 我似乎明白了,接着方元给我科普了一些知识,我似懂非懂,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出了意思。 就是游泳池的水温,很合适精子的活动,如果一个男人释放在了水里,接着又有一个排卵期的女人在那里游泳,就会怀孕。 哦,我点点头,松了一口气,怪不得我怎么对林凤没有印象呢? 原来是在一个游泳碰到过,既然你没有对不起我,不如把孩子留下,正好我也不想生,这样父母也不会催了。 怎么样?方元的神色,隐隐有些兴奋,医学的事情我不太懂,但看着方元的神色,我只觉得十分惊讶,我脑子里还有许多不解,就是,虽然我没对不起他。 但这孩子生下来,也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,这种事情,有洁癖的方元是怎么能接受的?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,亲自鉴定这孩子的确是我的,既然方元都不介意,我又没什么损失,何乐不为呢? 可是,从那天起,我却觉得方元有些奇怪,我感觉方元对林凤的孩子还是十分上心的,要不然也不会把人接到家中伺候。 但是这天,我与他商量孩子出生证的事,还有怎么跟两方父母说的时候,方元净毫不在意,还早呢,这么急干什么? 方元满不在乎,可是都三个月了,三个人住一起,又多出个孩子,两边父母问起来怎么办? 我急了 放心,不会到那时候的 方元说道,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我既然觉得方元说的话不是这字面上的意思,如果此时我再仔细想想,我想之后一定不会弄到差点家破人亡的地步,第二天,方元把我拉到一边,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,你和林凤一间房吧,也方便你照顾他。 我有点蒙圈,为什么要我照顾啊?照顾孕妇我又不擅长。方元是护士,照顾孕妇不是更专业吗?那可是你的孩子。方元瞪着我,神色有些生气,一句话,我缩起了头。 方元他到底是怎么想的,之前又说不生气,现在又在发火。 这种喜怒无常,让我有些捉摸不定,我上班本来事情就多,想回家休息一下,你都不帮忙。 这孩子不是你的吗? 方元立声道,说得我无地自容,是是是。 我盲点头,确实,这是也挺委屈方元的,如果他不是义务人员,可能还不会这么早原谅我,能够让他把孩子接进来已经很大度了。 怎么还能让他白天晚上的照顾,当天晚上,我搬进了林凤的房间,这时林凤早早把床铺好,我十分局促,老婆亲自叫我去另一个女人的房间,这种好事,我窃喜是窃喜。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那个胆,我抱了一床被子,准备来打地铺,成哥,我都有你的孩子了,睡一张床怎么了? 林凤过来拉我,林凤很年轻,皮肤也白净,虽然不化妆,但有一种年轻的水灵,说完还翘着嘴,有些称怪,是我喜欢的青春类型。 不,不了。我咽了咽喉咙,虽然他有我的孩子,但是并不是那样怀上的,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,方圆真的可能会生气,最关键的是,对孩子不好,我迅速把被子扑到地板上,方圆让我来照顾你,我晚上打呼,如果不习惯,我就去睡沙发。 当晚我辗转反侧,总是闻到床了飘来的一种陌生的心香,像是年轻女人的体香,那个女人的脸一直变换着,时而是方圆,时而是林凤。 第二天一早,方圆推门而入,一眼看到睡在地上的我,迷迷糊糊的,我竟觉得方圆的神色有些奇怪,我没有细想,一连几天都在林凤房里打着地铺,就在我商量着。 是不是应该要让方圆假装怀孕,告诉两边父母,然后找他去医院找个熟人,弄个出生证明,来个瞒天过海的时候,我却发现方圆常常跑律师事务所,那天,我一个同事悄悄跑来。 他本来就是个不爱八卦的人,但这天却突然问我,是不是与方圆婚姻出问题了,我当时一猛,你为什么这么问? 那个同事神神秘秘地告诉我,他家旁边有家律师事务所,有几次看到方圆从里面出来,那家可是专门办理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律师事务所,难不成,你惹上了官司? 同事关心地问我,那天晚上,我回家后,直接把方圆拉到一边,铁青着脸问方圆怎么回事,谁知道方圆瞪着眼睛,什么官司? 你不是让我去弄孩子的上户问题吗? 傻时间,我松了一口气,看来,方圆也并不是丝毫不为孩子的将来打算。 我之前也是错怪他了,我看着眼前这一派和睦的气氛,方圆在做饭,林凤在收拾屋子,这可是难得的奇人之福,可是,我却发现方圆好像是出轨了。 这天,我们单位加班,搞到半夜终于完成工作,为了庆祝,我们几个去了家我,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吃饭,喝了几杯之后,我去洗手间,而我却在出来时,看到了一个很像方圆的女人,虽然只是背影,但也让我燃起好奇,我跟着这个女人,想一探究竟,直到我真敌,确定她就是方圆时,我正想喊她。 却看到她偷偷摸摸拐进了一间包房,关上了门,她在干什么,这么神神秘秘的,我心中疑惑,偷偷往包厢的门缝里看,里面坐着一个男人,方圆正在给她夹菜,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方圆的声音,放心,她晚上加班,我去你那。 我皱起了眉,不确定我听得是不是真切,正在迟疑的时候,就看到方圆坐到了男人身上,抱着他的脖子亲了起来,顿时,我睁大了眼,一股酒气翻涌着怒火急冲而上, 然而,就在我准处一脚踢开门的时候,我看到了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的同事,原来你在这多久啊,大家都在找你呢。 同事朝我招手。 我脑子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,这么丢人的事情,总不能让单位的人看了笑话,于是我强行压下怒气,等回去再找这个贱人算账。 一顿饭,我吃得索然无味,但心中烦闷委屈,喝了多少酒,我却不记得了。 我醒来时,已经是第二天中午,方圆坐在我床边,嫌弃的埋怨,你醒了? 不会喝就不要喝,昨天晚上你被送回来的时候,还吐了我一身呢,怎么样? 好些了没?方圆的语气嫌弃中带点亲密,很难想象这是昨天坐在别的男人身上,抱着别的男人亲的女人。 连一旁的林凤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,成哥,你们俩的感情真好,昨天吐成那样,方姐也没嫌弃你,帮你又擦又洗,忙了一个晚上。 我心里也有些恍惚,难道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是我酒后的幻觉? 历时,我忍住了我想要质问的冲动,我得把事情搞清楚,是不是方圆背叛了我? 一连几天,我都对方圆格外留了心眼。 他去呢?接谁的电话,我都不免要问一声,以至于林凤都开始问我,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,有些神经衰弱了? 我看着这一直没有任何收获,心里直打鼓,这应该就是自己搞错了。 那应该不是真的,我也渐渐地放下了心结,直到这天,方圆回家,身上换了一套衣服,他早上出门的时候穿的是连衣裙,可回家的时候,却是一套我从来没见过的职业装,买新衣服了。 我问方圆,护士工作这么忙,还有时间买衣服,是啊。 方圆在门口换着鞋,今天衣服蹭到了病人的尿液,送去干洗了,就去买了一件。 我点脸头,护士工作确实会遇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,这件衣服看起来价值不菲,像是某个大牌的款式,这身衣服非常合身。 把她的身材包裹得十分曼妙,然而,我接过她的包时,却闻到了一股烟味,我不抽烟,家里有孕妇,也不会有人抽烟,这烟味哪来的? 据我所知,护士在工作前,都会在更衣间把衣服和鞋子换好,这包包上的烟味,肯定不是在医院沾上的,加上之前的怀疑,我留了个心眼。 然而,第二天,我在方圆的朋友圈,就看到了她的自己拍照,就是穿着那套职业装,背景像是一家商场,而在方圆的身边照出了一小部分身影,是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,怀疑像洪水开了闸,只要打开一个小口子。 就一发不可收拾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我总觉得,站在方圆旁边,只有半个身子的男人,就是那个在餐厅被她抱着亲的那个男人,之前的一切串联起来,所有的假象被撕破了一个口子,我全身发冷,像是掉进了一个冰冷的洞窟,我脑子冷静得可怕,现在一切都只是猜测,我必须要找到实证。 这天,她给我打了个电话,老公,晚上我和同事换了个夜班,医院事情多,你记得好好照顾林凤啊。 方圆果然对我十分了解,知道我周二最忙,经常会加班。 我硬着,此时却在单位请了假,蹲在她出医院的必经之路上,没想到,还没到下午,方圆就出了门,上了一台车, 我拦了辆出租车跟在后面,到了一家酒店,酒店很偏僻,但装修得很豪华,这个女人还真会选地方,方圆从车上下来。 接着,车上还下来了一个男人,我睁大了眼睛,我确认,这个男人就是那天我在餐厅见到的那个人。 他们两人没有去前台登记,而是直接上了电梯,我牙咬得咯咯响,看来这两人是常客,我记下了他们上去的楼层,拼命从消防梯爬了上去。 幸好只是七楼,我刚气喘吁吁从消防梯出来,就看到他们两人轻轻握我下了电梯。 一开门,两人就抱在了一起,我屏息蹲在楼梯间,房间的隔音效果十分好,他们两人进去后,外面听不到一点声音,可我却气得手脚发抖,血气翻涌,我算准了时间,猛踢房间的门,冲着房门大吼,开门。 房源,我知道你在里面,没有人来开门,死一般沉寂,而我弄出的巨大动静,也惊动了客房服务员,看见我在砸门,客房服务员立刻过来拉我,似乎对这种情况似乎见多了,我则趁机把服务员的房卡抢到了手,随着低一声轻响,房门大开。 一股烟味混着星山卫扑面而来,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穿好了衣服,只是头发有些凌乱,表情也十分惊恐,我上去对方圆就是一巴掌,狠狠地说,贱人。 婊子,你对得起我吗? 见我打了方圆,那个男的竟冲上来护着他,这一下,我更气不打一处来,一拳我就打在男人脸上,两个男人扭打起来,正闹得不可交开。 酒店的保安来了,将我们嫁出了酒店,你们要闹,不要到酒店闹,损坏东西是要赔偿的。 保安看了我眼,这种事情像是见多了。 拍了拍我的肩膀,闹也没用,想想怎么解决吧。 一句话让我清醒了不少,可此时的我,竟然不争气地感觉到了脸上的失忆,我扔下方圆,亮亮呛呛地回了家。 在路上我越走越心酸,不知道走了多久,我渐渐冷静下来,我想起了我和方圆的曾经,甚至想,如果方圆能够悔改,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开始。 当晚,我平心静气,打算等着与方圆当面好好聊一聊,然而方圆却是一夜未归,第二天一早,我收到了一封律师函,竟然是方圆的离婚诉讼,他告我婚内出轨。 还与别的女人有了孩子,法庭上,我提交了从酒店调出来的监控录像,然而,方圆拿出了我与林凤肚子里孩子的亲子鉴定书,从孩子的月份证实了我的婚内出轨,因为监控没有房间里的内容。 而亲子鉴定报告,却是对我相当不利,我崩溃解释说,这孩子是我游泳的时候导致的临凤怀孕。 而对方的律师则表示,这简直是无稽之谈,现场有专家也提出,游泳池怀孕这种几率小之又小,几乎是不可能,我欲哭无泪,但我这个怀孕的情况确实是事实,但我怎说? 都没有人相信,案子的判决很快下来了,我被判为过错方,房子与存款判给了方圆,我被他倒打一耙。 案子判决下来时,林凤已经怀孕五个月了,接连一个月,我在自己的出租房天天喝酒,一次婚姻,什么都失去了,不仅是房子与存款,还有工作,我们单位找我谈话, 因为觉得我的事影响单位的形象,建议我调离本部门,我一气之下,提出了离职,这天,门被敲响了,我晕晕乎乎地开了门,发现林凤挺着大肚子,拖着行李,站在门口,滚。 我宠着林凤好,你快点给我滚,然而林凤却哭了出来,我怀着你的孩子,方姐那容不下我,我实在没有办法了,才来找你。 我没有十万块给你,你快滚,我做事要关门,林凤却抵住了门板,陈哥,现在孩子大了,银产有风险,我不要钱了,只求你给我一个地方住,我什么都可以做,习做饭都可以的。 林凤慌乱着说着,我看着他大着肚子,拼命求我的样子,十分可怜,毕竟肚子里的孩子,确实是我的,他是无辜的,总不能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了吧。 想到这,我打开了门,正是与林凤开启了同居生活,那天起,林凤一直跟着我身边,给我做饭洗衣,安慰我。 而我依旧宅在家里喝酒,大门不出,二门不卖,天天也不收拾棚头垢面,你不想着自己,总要想着孩子。 林凤拿掉我手里的酒瓶,抓着我的手,摸上了他的肚子,那里有个小生命,我似乎还能够感觉得到孩子的心跳。 终于,一个多月后,在林凤再三的请求下,我终于答应陪他逛一次街,因为林凤说,宝宝要出生了,总要准备一些宝宝的衣服,在商场里,林凤搭着肚子挽着我,俨然像一对真正的夫妻。 一个促销员给我们塞来了一张传单,上面是婴儿游泳的项目。 宝宝出生之后,游泳十分有利于长个子呢。 促销小姐十分热情,我想着我与林凤的也是因为游泳而有宝宝的,于是我对林凤说,那宝宝出生就试试吧,让宝宝一出生,就像你一样会游泳。 林凤吃着手里的坚果,说话有些含糊不清,我可不会游泳呢。 刚说完,他脸色一变,吃东西的动作也停了下来,而我却愣在了当场,你不会游泳。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看起来平静,问林凤,你不是说在泳池怀上的吗? 哦,我是说,我不太会游泳,那次去游泳池,就是去学游泳的。 林凤搪塞着,拉着我去看别的。 而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虚。 我深吸一口气,一种最坏的打算油然而生,我一直以为林凤是无辜的。 难道,他也在骗我,我拉住了他,正色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问题,林凤,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? 林凤有些不明所以,我又耐着性子解释,我们在游泳池就见过一面,你怎么知道我住哪的? 林凤的目光开始闪躲,而我则死死在盯着他,而我拉着他的手,越来越用力。 陈哥,你弄痛我了。 林凤惊叫着,一脸委屈地想拉住我,哭出了声,这不关我的事,是方姐,方姐给我的地址。 方圆,我瞪着眼睛,感觉像是要把她吃掉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在我的逼问下,林凤终于说出了实情。 原来是方圆保存了我的经验,去找了地下代孕,地下代孕机构规模相当庞大, 不同的代孕女,根据不同的学历,与长相价格也各有不同。 而方圆则出了很高的价格,选中了林凤,方圆果然十分了解我。 其实,方圆很早就出轨了,但她想要存款和房子, 所以才保留我的经验,去花钱找人代孕,栽赃我一个婚内出轨的事实。 她想用这个方法,让我成为过错方,骗光我的钱。 可没想到,我从来没去外面偷吃过,婚外生子没有了基础, 所以她才捏造出一个永迟怀孕的事情。 而我出于对她的信任,竟丝毫没有怀疑永迟怀孕的可能性, 听到林凤的哭诉,我立刻找到律师,问这种情况,我应该怎么办? 而律师的回复是,这件事情已经构成诈骗,建议我报警。 然而,林凤却跪在了我面前嚎啕大哭,在国内,代孕是违法的。 林凤求我不要报警,让我看在她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, 最终,我还是把方圆告上了法庭,林凤提供的地下代孕合同。 和受精手术签字等文件,提供了有力的证据, 这起案件的折舌程度,让现场的办案人员都目瞪口呆, 案件经过两个月的上诉,最终判决下来的时候, 林凤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,是个男孩,母子平安, 之前判离时的房子与财产,又判给了我。 而方圆利用医学知识实施的诈骗,被依法刑拘。 这一起地下代孕的风波,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, 代孕机构也得到了查处与诚挚, 林凤坐月子期间,我尽心尽力,孩子也长得十分可爱, 林凤也言听计从,别人都说我有福气。 白捡了一个老婆,还以脱衣,但是我受不了这种被欺骗的生活。 始终,我没有选择与林凤扯结婚证, 我想着,等林凤出了月子,就带着孩子独自生活, 毕竟,在美好的表象,那里藏着的,却是最恶毒最算计的人心, 而林凤却一直对我说,为了孩子的成长,总要抛却过往, 面对新的生活,时间是一味良药, 我等着被时间治愈的那一天,啪,一声清脆的耳光, 我脸上火辣辣的,我老婆方圆此时狠狠瞪着我,沉溺。 想不到你是这种人,你竟然到外面,把人肚子搞大了,人都找到家里了。 方圆哭泣着空拆着,指着旁边一个带着肚子的孕妇。 闹得不可开交,这一耳光,扇得我回不了神,慌着冲她大声解释, 你别乱说,我不认识她,她认错人了。 我一这么说,孕妇就大哭起来,试图抱住我, 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你,成哥,我怀了你的孩子,你要负责呀。 我瞪大了眼睛,委屈得无以复加,真是见了鬼了, 这个女人是谁呀,神经病,莫名其妙说, 怀了我的孩子,我家庭很幸福,我老婆方圆是个护士, 长得漂亮,入得厨房出的厅堂,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有些洁癖, 如果说,要有什么缺憾。 就是她不愿意要孩子,还在谈恋爱的时候, 方圆就说,见过许多女人分娩,觉得太疼太吓人了, 我以为婚后她会慢慢想开一点, 却没想到,结婚五年了,看着周围的兄弟哥们同学, 个个都已经为人父,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, 我也想过许多办法向方圆施压,包括找双方的父母来劝导, 但她不仅没有想开,反而越来越坚持, 就连亲热这种事情都十分的抗拒,本来以为我下半生就是午后终老了, 然而今天,我下班一回家,家里就多出了这位不速之客, 这是个长相白净的年轻女人。 小夫微微隆起,声称怀了我的孩子,找上了门,天地良心啊。 自从与方圆结婚后,我从来没有去偷吃过, 别说找女人怀孕,连红灯去夜店都没去过, 哪来的孩子,一个上午我都在沙发上坐如针毡, 两个女人在旁边说话,边说边住我这边看, 方圆的脸色越来越不对,感觉都要吃了我的样子, 我反驳,但他们两个都不听, 你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,那去做亲子鉴定。 方圆横眉瞪着我,她说的方法也正合我意, 我没有到外面找过女人,这个女的我认都不认识。 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? 我二话不说,拉着女人救助医院走, 一路上想,等着检测结果出了。 看我不骂死这个神经病, 她肯定就是来骗钱的, 骗钱骗到我的头上了, 怕是她没想到我老婆是医务人员吧, 现代的医学这么发达, 肯定不能让她得逞。 女人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, 确实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, 而且亲子鉴定也并不需要多复杂的程序, 只需要孕妇的静脉血, 最快三小时就可以出结果。 然而,就在医院等了三个小时, 就在我等着看女人的笑话时, 结果出来了, 让我大吃一惊, 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明确是我的, 我犹如晴天霹雳, 再三让医生核对。 问医院是不是搞错了, 医院在查证过后对我保证, 医院对结果负法律责任, 我浑浑噩噩回到了家, 我觉得上天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, 我自己没做过的事情, 怎么可能, 我全身发软, 惊恐地不敢置信, 跪在方圆面前, 声泪俱下的对天发誓, 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, 方圆看到我这个样子, 又看了报告, 终于没人在大吵大闹, 而是疑惑地把女人拉到了一边, 不知道聊了些什么, 没多久, 方圆竟一脸平静地找到了我, 跟我商量, 把女人接到家里来住, 我睁大了眼睛, 一连串不合逻辑的事情, 让我顿时回不过神来, 方圆在家都是说一不二, 虽然我觉得这是不合逻辑, 但还是拗不过她, 她把女人叫到了一边, 这个女人叫林凤, 二十三岁, 比方圆小得多, 在方圆向她提出, 接她到家里来养胎的时候, 她十分抗拒, 我还年轻, 我并不想生孩子, 只要给我钱, 我就把孩子打掉, 从此消逝, 可方圆却一反常态, 之前还怒目相向, 现在却好言劝着, 只要一笔打胎的钱, 你不划算啊, 你想想, 现在你也快三个月了, 不如这段时间住在这里, 过个半年等孩子生下来, 我们直接给你十万块, 这不比打胎强, 温言, 我十分震惊, 听到这个数字, 林凤迟疑了, 方圆健壮, 趁机说, 你在这就安心住着, 包吃包住, 每个月再给你五千块钱, 怎么样? 我震惊万分, 方圆这是疯了吗? 终于, 方圆把林凤接到了家中, 安顿在了我们家客房, 林凤本就没有工作, 在这包吃包住, 还有钱拿, 也乐得起锁, 当天晚上, 方圆做了一桌大菜, 看他们两有说有笑, 我都错觉, 这两个女人都情同姐妹了, 一个是我老婆, 一个怀了我的孩子, 这让我有一种两女一夫的错觉, 这种感觉十分奇妙, 大概以前的皇帝就是这种感觉吧, 晚上, 我和方圆躺在床上, 终于问出了我心中的疑惑, 你就真不生气吗? 为什么要把她留在家里? 我低着头, 我期望着方圆不生气, 但又觉得这种事情, 她把林凤留在家里就不正常, 林凤说, 她是在游泳回去后, 发现怀孕的, 方圆看着我, 语气平静, 游泳,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, 见我一脸疑惑的样子, 方圆看了我一眼, 解释道, 你前阵子不是常常去游泳吃完吗? 你是在水里路过吧? 我睁大了眼, 不会是, 这样也行, 我不可置信地问, 这样子也能够导致怀孕吗? 那当然, 我是学医的当然知道, 只要碰到了女人的排卵期, 当然会怀孕了, 方圆说得十分肯定, 我也查过林凤的排卵期, 正好对得上, 我似乎明白了, 接着方圆给我科普了一些知识, 我似懂非懂, 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出了意思, 就是游泳池的水温, 很合适精子的活动, 如果一个男人释放在了水里, 接着又有一个排卵期的女人, 在那里游泳, 就会怀孕, 哦, 我点点头, 松了一口气, 怪不得我怎么对林凤没有印象呢? 原来是在一个游泳碰到过, 既然你没有对不起我, 不如把孩子留下, 正好我也不想生, 这样父母也不会催了, 怎么样? 方圆的神色, 隐隐有些兴奋, 医学的事情我不太懂, 但看着方圆的神色, 我只觉得十分惊讶, 我脑子里还有许多不解, 就是, 虽然我没对不起他, 但这孩子生下来, 也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, 这种事情, 有洁癖的方圆是怎么能接受的,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, 亲自鉴定这孩子的确是我的, 既然方圆都不介意, 我又没什么损失, 何乐不为呢? 可是, 从那天起, 我却觉得方圆有些奇怪, 我感觉方圆对林凤的孩子, 还是十分上心的, 要不然也不会把人接到家中伺候, 但是这天, 我与他商量孩子出生证的事, 还有怎么跟两方父母说的时候, 方圆竟毫不在意, 还早呢, 这么急干什么? 方圆满不在乎, 可是都三个月了, 三个人住一起, 又多出个孩子, 两边父母问起来怎么办? 我急了, 放心, 不会到那时候的。 方圆说道,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 我既然觉得方圆说的话, 不是这字面上的意思, 如果此时我再仔细想想, 我想之后一定不会弄到, 差点家破人亡的地步。 第二天, 方圆把我拉到一边, 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, 你和林凤一间房吧, 也方便你照顾他。 我有点蒙圈, 为什么要我照顾啊? 照顾孕妇我又不擅长。 方圆是护士, 照顾孕妇不是更专业吗? 那可是你的孩子。 方圆瞪着我, 神色有些生气, 一句话, 我缩起了头, 方圆他到底是怎么想的, 之前又说不生气, 现在又在发火, 这种喜怒无常, 让我有些捉摸不定, 我上班本来事情就多, 想回家休息一下, 你都不帮忙。 这孩子不是你的吗? 方圆立声道, 说得我无地自容, 是是是。 我忙点头, 确实, 这是也挺委屈方圆的, 如果他不是医务人员。 可能还不会这么早原谅我, 能够让他把孩子接进来, 已经很大度了, 怎么还能让他白天晚上的照顾, 当天晚上, 我搬进了林凤的房间, 这时, 林凤早早把床铺好, 我十分局促, 老婆亲自叫我去另一个女人的房间, 这种好事, 我窃喜是窃喜,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那个胆, 我抱了一床被子, 准备来打地破。